游戏分享时间 大家好,我是永华 遇到了游戏分享时间 当然,今天的话 一样哦,就是大战战的 而且,我在短短的一天之内 我已经胜了 大概有个四百费 四百费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懂 现在的对手的那些正 他们的部署的话 让我感觉到真的是太简单了 其实我不懂这样讲 会不会有点太骄傲 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 其实我今天会录视频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要回馈给一个朋友 因为他有问我 我到底是怎样的方式去寻宝 其实我寻宝的方式真的很简单 我刚才说 因为我只是打字 也许他不明白 所以我就直接发一个视频 也顺便让大家看一下 我是怎么寻宝 而且你们先看一下 我上一轮的时候 我直接来了一个一百二十连抽 结果我抽到了一个 橙色的 默斜 橙色的 我是以一百二十连抽的方式 一次过抽 就是抽到了这个 橙色的 橙色的 今天我也是一次过 一次过就来一个一百二十连抽 看一下 看一下到底能不能 能不能如我所愿 再抽多一个橙色 所以像我们话不多说 我就开始 开始来抽吧 结果我抽的方式是这样 我就使命已经 断了一只按就对了 而且 你看有时候那里黑起来的话 我只能说 你什么屁都拿不到 你看到吗 我已经抽了那么多次了 他来的全是垃圾 青色的没有 所以你就别管他就对了 反正我的目标 就是一百二十连抽就对了 就是一只不断的抽出去就对了 当然我也打了一段时间了 就是今天蛮努力的在打 就是为了拿他那个筒签 不然我根本没有办法抽 他就是以那个东西来抽而已 所以 一样吧 我就是一直按就对了 当然 这里看一看是有凶多吉少了 你看 我已经三十连抽要玩 甚至有七次了 我连一个蓝色都没拿到 哎呦呦呦呦呦 就来一个蓝色了 所以这里的话一样 就卖出杂物 然后其他的全部收进被保留就对了 就是一只同一只抽就对了 你别理他就对了 就要一百二十连抽就对了 但OK 然后这里的话就要 一身一点点宝石了 来 就一只按键就对了 我那时候我的金色的那个 我金色的东西是 超级大宝箱抽到的 所以你就需要跟他跳上去 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哦 我告诉你哦 你要他到特级的话 有时候 你分分钟已经耗了五十次了 就说你黑起来的时候了 所以我也不清楚了 我觉得我这轮更黑吧 你看 因为我已经抽了 你看这边我已经抽了 差不多多少次了 已经要五十次了 我那一次特级的还没有到 所以我只能说 这轮是蛮黑的说 有特级吗 澳也没有哦 你看 总之就别理他就对了 就死定抽就对了 就一直按 一直按 按到有为止哦 又来一个蓝色了 所以蓝色对我来说的话 根本没什么嘛 因为蓝色我觉得太多了 一样我收入背包 就一直在抽 一直在抽一对 开启 你看 他 我不知道该抽怎么好哦 他真的不给你 就不给你哦 我次数不足哦 你看我又来哦 你看已经九十次哦 九十次哦 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如常所愿啊 但我毕竟只是一个场次吧 因为上一轮我真的是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人抽哦 一键拿到一个橙色的 所以我觉得他的肌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低哦 也许上一轮我真的抽到的话 完完全全真的不是我运气好而已哦 你看 我现在这边已经八十次哦 我已经七十次了 是八十次了 对了 你看我什么东西 我基本上还没有抽到紫色 紫色的没有哦 何况是橙色呢 我是不是这样讲 你看 他来的都是垃圾哦 但没有关系吧 反正我现在打的同学也蛮快的哦 就是一天啊 一天打一个几万不是问题 哦又来又来 又来 蓝色的 来 就卖出 然后全部收入 一样哦 就是一样哦 反正我还有多少次次吧 我就不信今天我真的那么黑啊 所以一次啊 再开 你看终极都没跳过去啊 太夸张的说 我只能讲太夸张了 数字不足哦 OK 这轮哦 OK这里就干了哦 这里的话算到来的话 是第几次啊 我第二次了吗 应该第二次了 哇特极都没来啊 真的 好奇哦 来一个特极给我好不好 假如以我这么黑的方式来讲的话 我现在一到特极的话 我相信将会有金色吧 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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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又来 OKOK特极 yes特极有咯 特极有咯 很紧张哦 特极 啊还是一个金色的 算了吧 特极还来一个青色啦 但它不是比普通的还来的糟糕 哦 哎呀还是一样哦 蓝色哦 总之今天就是上不去就对了 我也没办法 上不去哦 就卖出 卖出 我觉得今天有点黑了 我觉得我抽完这个 我就不要再抽了 我觉得好浪费哦 真的好浪费哦 好浪费元宝哦 你看太黑了 我根本什么都抽不到 而且加上一点啊 我的那个同学没有线哦 根本 你看五次啊 五次抽完它吧 看谁拿什么吧 也没有哦 你看到一只也上不去耶 所以没办法咯 我只能说没办法咯 我就 哎 没有了咯 没有了就算了吧 然后全部抽了进去 然后我看一下 看看成果吧 我觉得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 我这样子应该已经抽了 不少了吧 你看很多的咯 只是它没有显示数量 显示数量 我相信一吓到我吧 你看这边 这边就是全部我抽到咯 你看 橙色的 橙色的都有两个咯 橙色有两个咯 其实这些 这些我的方式都一样咯 我每次都是来一个 90 60 就是 就是讲讲 肯定会超过它给的 因为它每次 只是一个30年抽 对啦 我都是超过 就给它60 90 只是上一轮呢 上一轮就一次过百二咯 就拿到一个橙色咯 可是这轮 不如我所料咯 就是没有咯 并没有拿到任何东西 紫色都没有咯 所以没办法咯 然后 还有一点咯 等下 这边有东西可以拿的吗 哦 也不错咯 可以咯 可以咯 强化一次的话 我就可以拿完今天的那个 今天所有的活跃奖励咯 是相当不错的说咯 而且现在更新过后 还有一个金团咯 哦 这军团的话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还蛮喜欢的 其实我 我进的是斧头帮 斧头帮 斧头帮 如果你们要找我的话也是进斧头帮 我进斧头帮里面 各个人是人才 你知道吗 我以为我已经很能打了 我 怎么说我蛮花时间在这个游戏的了 就算今天啦 今天啦 你看啊 我们的那个副军团长哦 他今天已经赢了57场了 说真的我不知道怎么打了 57场了 然后你看 他们赢的数是29 42 35 38 27 26 23 他们 哇我在想哦 他们到他们是一整天都在上线吗 你看看下我了就好吧 看下我了 我今天很努力打哦 你听好很努力打哦 我在打了一个26场而已哦 你看他们赢的数 赢的数字是不是很夸张你看 我看一下我军团里面 今天打最少的 6场吧 帅小龙哦 帅小龙哦 其实 他这轮开放也没有算真正开放完哦 就是你看 他的功能还没有开放哦 你看 还有军团战也没有开放哦 他只是有一个军团哦 就让你们能够聚在一个地方了 就 就你们自己 自己 自己 组一个金吧 自己组一个金哦 就这样子而已哦 所以这个军团现在要来的话 只是拿 就拿这个奖励吧 你看 540场胜哦 我们已经早早就拿完了哦 我只能说 这4点多5点的事情哦 我们就已经把这个 540场 540场胜场哦 就接拿完了哦 所以 这是有额外的奖励吧 只能说额外的奖励吧 所以是 是 是不错的说 然后当然当然 当然我的 我的视频 视频下还有一个朋友的留言 就是有 有问我哦 要怎样的 视频 才是你比较理想了吧 他的 他表达的应该是这样吧 可是 我 这游戏的话就是 有一点比较 比较 我比较难 我比较难 我能帮得到你啦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哦 你能抽到的英雄跟武将 跟我们 是不一样的哦 你看我抽了那么久 我还没有抽到王姐这个角色哦 但是其他的冰种跟武将我都有哦 但你的话 也许你不一样 也许你王姐已经拿到了 但是 你少了哪一个冰种 或少了哪一个英雄 可是我也不清楚哦 我只能把我的 就是我的 我自己的那个 我自己的部署放出来给大家看吧 就是 这个就是我的部署哦 就是我的部署哦 是我就是 怎么说啊 呃 透过一些经验啊 经验累积下来 我来 我来配置的那个部署哦 我就是这样子摆哦 我的部署 看到吗 这个就是我的部署哦 当然我的 我的那个宝物 我一定是放这个哦 我的宝物我是放这个先哦 我的宝物 等一下我给你看一下 哎他没有显示宝物哎 给他炸他哦 等下我要出过去再让你看哦 我的部署是这样哦 其实原因就只有一个哦 因为大盾兵 大盾兵哦 他扛着伤害的时候哦 王中可以在后面不断的一只输出哦 而且王中的那个输出是超夸张的哦 他只要一轮哦 一轮的那个剑鱼哦 就可以把 就可以把对手 干得七七八八咯 当然 我最后一排放藤甲兵的原因就是 只有也是只有一个哦 因为是我自己自己的打法累积下来的 弄到我会这样子的部署 就是因为 呃你们假如是 假如你有用远战兵的话 你会发现哦 你的远战兵通常都是怎么说 剩最多的哦 就是活到最尾 剩最多的哦 我放一个藤甲兵 就是要克死他们的所有的远战兵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哦 所有的远战兵遇到藤甲兵的话 就只有等死哦 然后鲁班我是放这牌吧 鲁班 鲁班的话在这边 就是说我在我前面哦 你看我前面是一二三 我这三排的话 我是用来 就是用来就是消 就是消耗他的那个陆战部队哦 消耗陆战部队哦 然后后尾的那两排的话 我就是来消耗他们的远战部队哦 哎别换哦 别换我还按错掉 换了位置哦 当然 城墙外的话 我都是这样子的摆设哦 就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配置哦 你看就是火就是喷火冰 还有那个旋风刀塔 旋风刀塔我会放在这牌的原因 就是因为以防哦 有人用陆战陆战的方式哦 就是直接哦 就是破掉我的那个霹雳炮过后 直接路用陆战的方式 直接从我往我的那个城墙攻哦 因为这个旋风刀塔的话 如果你有你有思过的话去硬冲 你会知道他的威力到哪里了哦 当然我们都是这样子的摆设哦 就是熔岩 熔岩先放第一排哦 熔岩放第一排的原因就是因为 让他让他怎么怎么说啊 让他的那个部队哦 一进场先 先先先来点伤害哦 这个叫先来点伤害给他哦 然后这就是我的部署吧 我自己本身的部署哦 当然有问我 有询问我的那个朋友 我真的有是有点蛮难 蛮难帮得到你的吧 我只能说如果能的话 你就叫我 你就叫我 叫我Facebook吧 我们再私聊吧 也许私聊的时候 我才能更帮得到你哦 所以 所以还有一样东西啊 还有一样东西是我 我还没准备好哦 所以我不能够分享哦 就是我拿到的那个 新的冰箱哦 是在哪里啊 是在这边哦 这就是我的新冰 我拿到的新冰箱哦 虽然我用很快的速度把它升进去哦 就是他哦 就是他哦 黑鱼哦 其实你们知道黑鱼哦 我先给你们一点点 就是 给你们一点点小贴士吧 因为关于黑鱼哦 黑鱼你知道抢在什么地方吗 黑鱼的话 是所有路战部队都打不到了哦 包括女班的地暴也杀不到他 这个就是黑鱼的墙哦 而且 所以顺便给你们一点点那个 一点点那个 也是 像是小小贴士吧 唯一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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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可以 上得到黑鱼的路战部队哦 路战哦 挺好不是远战哦 路战部队哦 就只有童甲兵 因为童甲兵的反弹 能把它弹下来哦 然后其他的路战部队 假如遇上黑鱼兵的话 就只有一个下场 就是他们全部会停在黑鱼兵的下面 他们完全打不到他 这个是我本身遇到的 那天我就是真不巧遇到这个 遇到有玩家用这个兵种哦 所以 所以那场 那场 那场 我直接退出 因为我完全打不到他 然后 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话 能分享的 我也分享掉了哦 然后 当然黑鱼兵的话 我还会拍 就还会录制多一个视频哦 就单单分享黑鱼兵哦 然后让你们见识一下 黑鱼兵的威力 到底有多想 所以这里的话 也谢谢你们的收看 然后 当然当然 还有一件事 还算很重要了哦 就是 就是所有有看我视频的朋友 如果你有玩这个游戏的话 你能够 你就希望你能够把你的 就是所谓的ID吧 放在我的视频下面哦 我也会把我的ID 放在我的 就是放在我自己的视频下面哦 我们来切磋切磋一下吧 因为 玩游戏嘛 就是要说 玩多切磋 才会有进步吧 只是这样说 所以 谢谢你们的收看 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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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